为什么所有人都卖就不卖我 我不是消费者吗 我说坐在前面卖完了 我说卖完了那你今天别赢了 你不给我做你为什么就给 我就这口气下不来 只因为吃面加料要加钱 女子直接穿着睡衣堵在店家门口 俨然一副贱人就咬的架势 让过往的时刻都不敢踏入店中半步 并且放出狠话 只要她吃不上的东西 别人也休想吃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部门女子委屈地表示 这家小吃店瞧不起自己 给别人做面条就不给自己做 所以她才出此下策 对此老板娘极力反驳 声称自己才是受害者 事情的起因是 这名女子来店里点了一份面条 感觉吃不饱又点了一份损肝 起初老板娘客气地表示 损肝是额外收费的 没想到女子一听这话 瞬间脸就搭了下来了 并且气冲冲说道 别的小吃店都有免费喝汤的 凭什么到你这家份损肝就额外收费呢 接着又顺口说出了一句极其难听的话 对此老板娘怎能乐意 当场就和女子吵了起来 然后她说那我就不要了 随后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睡衣女子更是直言 像你这种小店面 就算她把所有的菜品都点一遍 她也能付得起 好家伙你口口声称你付得起 那为什么店家只是说损肝要额外收费 你就如此大的反应不肯买单呢 前一秒还说不吃你家一碗面 现在又开始想吃了 没有公主一样的颜值 傲娇和任性你倒是一个也不差 对此老板娘也满脸不屑 就算自己一天都没生意 也不会给女子做一碗面 女子不嫌害臊的穿着睡衣堵在门口 只因为吃面条加菜需要额外收费 之后冲着老板娘就是一顿口吐芬芳 随后就搬着凳子堵在了门口 老板娘一气之下直言 就算今天店里没有生意 她都不会给女子做一碗面 女子认为自己是过来消费的 老板娘没有理由不给自己做这碗面 这不是明摆着区别对待吗 别的客人就给做 凭什么她就不给做呢 所以今天她就要堵在门口 只要是来一个客人 她就摆出一副咬人的嘴脸 让客人知难而退 外面的客人见此情况 纷纷都不敢进来了 只好到其他的小吃店去吃 毕竟他们也不想因为吃顿饭 就被莫名其妙的挨顿咬 不知道 就在这期间 老板娘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 只见全国各地的电话号码 纷纷涌入老板娘的手机 面对不断拨过来的电话 老板娘外卖也接不了单了 这让老板娘顿时火矛三丈 认为这样的情况 就是来自女子的报复 随后便选择了报警 尽管民警赶到现场 睡衣女子还是认为自己没错 认为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老板娘 你好了 差不多就行了 我还没有说你呢 如果不是因为你能吵起来吗 并且恶狠狠地表示 老板娘的骚扰电话 就是自己找朋友弄的 如果想让电话停止 那么就给她道歉 并且给她煮一碗面 为什么所有人都卖就不卖我 我不是消费者的 我说不做钱 那卖完了 我说卖完了 那你钱也别一面了 你不给我做 你为什么就给人家做 我做这口气下不来 女子因为吃面加菜要加钱 先是对着老板娘一顿辱骂 后来就堵在门口 不让客人进门 更过分的是 女子还通过一些手段 让老板娘的手机 不停接到骚扰电话 并且放出狠话 如果想让电话停止 那就给她道歉 不然就这样耗着 看谁能耗过谁 眼看着双方争执不下 民警只好把两人都带走了 并且请来街道办的人进行调解 街道办了解事情之后 声称睡衣女子的做法大错特错 虽说顾客是上帝 但老板也是有权选择不做谁的生意 并且还私自霸占电门 影响老板做生意 属于严重侵犯他人权益 如果老板娘追究责任 那么睡衣女子将没有好果子吃 睡衣女子听后脸色略显难看 随后并向老板道了歉 并且叫停了骚扰电话的拨打 老板娘听后也表示谅解 不再追究其责任 事情至此落下帷幕 可见这名赌门的女子不仅素质低 而且还蛮横不讲理 她觉得自己作为消费者 店家就应当一定满足自己要求 就算我骂你你也不能骂我 这样的做法显然是过分的 毕竟都是头一次做人 人家凭什么让着你呢 那么对于睡衣女子的做法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妻子坐火车途中上厕所迟迟未归 结果打开门一看 竟只剩下一个胯包 一个大活人竟凭空消失了 更匪夷所思的是 卫生间的门 全程都是繁琐的状态 那么妻子究竟去了哪里 她又是否发生了什么意外呢 镜头前的便是丈夫杜长江 她表示当时正值春节 打算带着妻子 带晶晶回老家探望父母 期间妻子提出要去趟卫生间 杜长江当时也并未在意 结果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 妻子依旧没有回到座位 这让杜长江百思不解 来到卫生间门口一看 发现门还是被反锁的状态 杜长江意识到了不妙 随后赶紧喊来 城务员将门锁打开 然而当门打开的一瞬间 杜长江和城务员人都傻了 一个大活人 怎么可能凭空消失呢 难道妻子趁丈夫不注意 在中途下车了吗 这显然不可能 要知道 他一直在盯着卫生间的门 妻子从始至终根本就没出来过 杜长江交集万分 决定从下一站下车去派出所报案 经过警方三天两宿的调查和搜寻 终于找到了妻子的下落 带领杜长江万万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妻子已经成了布袋内的一具尸体 夫妻俩坐火车回老家 妻子只因中途上了个厕所 结果却凭空消失了 丈夫倍感大事不好 便急忙选择了报警 可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 警方抬着一个大型布袋 向杜长江缓缓走来 当带子打开的一瞬间 杜长江大脑一片空白 把这个布袋拉开 上半截 我往里面一看 我看里面穿的衣服 跟她的是一模一样的 差点就晕倒了 然后拍着头 差点就往后退了衣服 杜长江万万不敢相信 妻子上一秒还好好的 怎么上了个厕所 就意外身亡了呢 随后法医的一番话 让她意识到了猫腻 妻子戴晶晶是因坠车 导致颅脑损伤严重身亡 说明妻子当时是从火车车窗上 不慎掉下去的 说明火车存在安全隐患 于是杜长江找来律师 要求铁路部门赔偿 妻子96万元 对此铁路部门极力反驳 表示经过他们测量 发现窗口张开的间距 只有12.5厘米 一个成年人都钻不出去 怎么可能不慎坠落呢 除非她一心想要跳车 刻意费很大力气 从车窗钻出去 否则根本不会出现 意外坠亡的情况 所以铁路部门 坚决不承担任何责任 而在场的乘务员和民警 也觉得有些道理 便问询杜长江 妻子是否有想不开的事情 所以才选择跳车呢 经过再三追问 杜长江这才支支吾吾的 说出了事实真相 妻子从火车卫生间凭空消失 警方找到她时 却发现已经坠亡在火车轨道上 丈夫认为 车内窗口存在安全隐患 便将铁路部门告上法庭 索赔96万 但经过调查发现 妻子如果不是故意跳车 根本就 无法从车窗内掉下去 在警方的再三追问下 杜长江这才难以启齿的 说明真相 她表示 前不久 妹妹突然给她打来电话 表示妻子房间内 传来了男人的声音 让杜长江赶紧放下手中工作 回家一探究竟 杜长江急忙回家看面一看 发现妻子确实和另外一个男人 正在搞暧昧 被判已成事实 杜长江虽然恼怒 但碍于膝下 还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 于是便原谅了妻子 为了让妻子彻底和对方断绝关系 杜长江便带着妻子 打算回到老家生活 然而在火车上 她发现妻子心不在焉 不停用手机发取消息 随后便已上厕所 唯由离开座位 或许是妻子 想通过跳车的方式 回到那名男人身边 也或许是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 想要故意跳车自杀 这才导致如今悲剧的发生 但在杜长江看来 不管怎么样 铁路部门也需要承担妻子的赔偿责任 毕竟如果铁路方 把安全措施做到位 妻子及时想出去 也很困难 那么你支持杜长江的做法吗